疑似毛虫过敏案例 2015年5月1号 我和家人到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国家公园晚 晚上约10点30分 8岁的小儿子不停抓痒 他告诉我臀部很痒 我脱下他裤子 看见有一些小力状 以为是蚊子叮咬造成的 短短几分钟内 发现他的脸也开始布满大大小小密集的力状 起氧无比 他不停地在抓 脸也开始肿起来 之后发现上身有许多同样的力状 先生曾有类似的经验 他怀疑孩子是碰触到了毛虫 由于我们是原始点志工 毫不犹豫地用原始点处理 先生马上拍摄孩子脸部及身上的症状 做资料收集 我立即用随身携带的淡姜汤 替他全身擦洗 约10分钟后 他说不痒了 接着替他按推头部和上背部原始点 然后给他喝约300cc的温姜汤 并用暖暖包温敷孩子的整骨整碗 就这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睡着了 隔天一凿力状完全消失 他说全身都不痒了 这次经验验证了张医师所说 恶元会消耗热能 影响体力 导致体伤而产生症状 而为修复体伤以解除症状 必会消耗热能 此时当以补充内外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不断给孩子补充内外热源 短短一碗 症状就完全消失 孩子重拾笑容 可以坐船游泳 安全地结束了 这次愉快旅程 2015年5月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